掃機玩到 國隊成員練習前一定要經過報道程序 不過這一次不再需要大排長龍 手機輕輕一掃 一分鐘內完成報道 不用每一次在排隊 在等人家簽名 你就掃一下 然後就自己躲去旁邊 就把它寫好 然後寫好了 其實你也不用說 他們就看得到了 本身學的是資訊的專業 所以說我主要是在 做一些開發軟體或網頁的部分 然後基於之前的活動就想說 因為他們都習慣用於紙本報道 是不是可以開發一個資訊軟體 來讓他們能夠快速的通常這些資料 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青年 加入玉佛大典的演繹 不只是在表演形式上的創新 幕後的所有細節也都由成員包辦 小道連報到這件小事 都能看到年輕人的新作風 活動的包辦都是由年輕人 第一次自己承擔 那包含生活主相機 大家就會邊走 然後邊去調整自己做事的方式 我覺得這是大家在這過程當中 學習最大的收穫 例如說一個隊伍帶九位的學員 然後就是希望說藉由一次一次的活動 把他們留下來才能把說 慈激真的年輕化 延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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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自己就是 那我這邊 另一頭的生活組也很忙碌 趁著大夥練習時 趕緊張羅著學員們 休息時間的點心 而處處都是細節 短量時間大量去使用你的肌肉的時候 其實會容易抽筋 那所以我們這一次也是準備 有準備香蕉 防抽筋 然後還有準備檸檬鹽糖 也是希望大家在流汗之餘 就是補充一些電解質 到六的時候才可以定理 當然練習也不能馬虎 從統籌到教學 一代接著一代傳承經驗 逐漸能獨當一面的股隊成員 將帶來充滿青春活力的 欲否演繹 大家新聞 雷亞燈營中 台北報導 香蕉痛 谢谢大家